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我们深入的领会唐宋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同时唐宋诗词也为我们展现了那一时期的时代峰会和时代精神 所以我们讲唐宋诗词的风骨气韵 说到底就是想为大家展示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 审美清操 为我们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今天我们这一讲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唐代的著名诗人李白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诗 《枪尽酒》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诗 《枪尽酒》 《枪尽且为乐 会许一饮三百杯》 村夫子丹秋生 枪尽酒杯莫停 以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清耳听 中古转语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兴 古来圣贤皆寂末 唯有饮者留极命 陈王昔时 雁平乐 斗酒十千 资欢穴 主人何为严少前 竟须孤取 对君酌 五花马 千金求 猴儿枪出 换美酒 鱼儿同销 万故愁 这首诗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千金酒》 这是一个古岳府的题目 说白了 李白之前的人也都用这个题目来写诗 这个题目主要表达一个什么主题 就是一边喝着酒 一边吐露人生苦短 人生挫折的这样一种主题 这样一种内容 那么李白写的《枪尽酒》是非常典型的 旧瓶装新酒的一个作品 在他的这篇《枪尽酒》当中 他一方面抒发了古题中的情怀 另外一方面也表达了时代的心声 头两句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 卑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黄河水流到东海 回不来了 头发早上还是乌青色的 到了晚上就变成雪白的了 这说什么呢 这是在说时间 时间过得飞快 怎么敢都来不及 为什么诗人在诗里边要特别的强调时间过得飞快 抓不住时间 因为他想建功立业 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雄心的人 他的时间观念总比别人的时间观念要更紧张 对普通人来讲 一天是24小时 但对李白这样的人来讲 一天可能只有12个小时 甚至只有6个小时 所以时间对他来讲 比别人过得要飞快 李白是素有大志的人 想当初他为了进长安 徒求功名 可以说是便干诸侯 便干清相 到处拜访王公大人 后来虽然进了长安 见了玄宗 可是最终无果而终 所以对于李白来讲 他写这个诗 是对诗名虽著 而功名未成的一种感慨 内心其实是很悲凉的 因为诗前两句虽然气象很大 但是意气是比较消沉的 既然他比较消沉 他底下就说消沉的话了 人生得意虚敬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那就喝吧 让我一次喝个够吧 可是这话刚说完 话音未落 他接着又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的诗跳跃性很大 为什么跳跃性很大 因为他内心很矛盾 他认为自己非常有才华 既然有才华 却功名不就 所以他又很消沉 他的情绪是在消沉和自傲 自信当中交致出现的 话是李白自己说出来的 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成为唐代的知识分子的 一个带有标志性的 新生的表达 也成为后代很多想要做大事 想要施展才华的人的一种自我的期许 所以这句诗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刚刚表完态 说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 紧接着说 烹羊载牛且为乐 会许一饮三百杯 这吃的可不是小鸡炖蘑果 是载牛载羊 你要注意 白剧在诗里边说 红泥小火炉 绿以新陪酒 这过的是小日子 李白喝酒 是烹羊载牛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 他跟他几位朋友喝酒 不一定非得烹羊载牛 但这显示了一种气度 不但烹羊载牛 而且意义就是三百杯 李白的酒量有多大 我们不清楚 但是喝三百杯 肯定谁也受不了 可是他要写 就要写出酒的气势 写酒的气势 归根结底 是在写人的气势 村夫子丹秋生 枪尽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清耳听 不是他一个人在喝闷酒 花间一壶酒 独卓吴湘青 不是那个情形 至少现在有三人 李白 陈勋 还有袁丹秋 这两个人跟李白的交情都非同寻常 尤其是这位丹秋生 也就是袁丹秋 他是李白多年的好友 这人是一个资深的道士 他可不是个一般道士 他在朝廷里面有很多盘根错节的关系 唐贤宗天保元年 唐贤宗下诏书 赵令李白进京 李白当时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两句特别狂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浩仁 这诗就是写在当时他要去长安之前 你想这是什么劲头 脑袋羊 是吧 比向上葵都高 谁都不在他眼睛里头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什么都不是 没有功名 只是一个诗人 一个不一的诗人 得到皇帝的亲自的召见 更何况这个皇帝还不是一般的皇帝 是唐贤宗一代圣君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诗 这其中 袁丹丘发挥了很多的关键性的作用 为推荐李白进京 是用了力的 我们都知道李白跟杜甫的关系很不错 可是李白一生写给杜甫的诗 满打满算只有四首 你知道他给袁丹丘写了多少首诗吗 不下十首啊 这说明他们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所以这个时候表达痛苦的时候 他跟谁表达痛苦 谁就是跟他关系最近的人 他得意的时候 诉求的对象未必是他的最密切的朋友 但这时候他实际上是心里头最痛苦的时候 他跟谁喝酒呢 跟陈勋 跟袁丹丘 所以他说你们两个慢慢喝着 我得把我心里话跟你们得说出来 请君为我倾耳听 他说了些什么话呢 说的话更消沉 中古转裕不足贵 但愿长罪不复行 中古和转裕 本来指的是精美的玉器 终顶之器 但在这大家都知道 他指的是什么呢 做官 富贵 意思是说富贵 仕途一点都不重要 什么最重要呢 喝酒最重要 这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荒唐话 怎么会喝酒最重要 喝酒又不是个职业 对不对 卖酒是职业 喝酒怎么能算是职业 但他说但愿长醉不复行 我就想今儿一下醉倒之后永远别醒来 为什么呢 睁开眼睛就是烦恼 为什么烦恼呢 我都五十多了 我还功名为咎 天保元年进长安 天保三载离开长安 其实前后脚加在一起 这个时间满打满算 两年多一点 说白了在长安没有站住脚 为什么没站住脚 原因很多 有客观的原因 也有主观的原因 李白的个性 李白的做派 也许玄宗是有保留意见的 再加上旁边的人 嫉妒 嫉恨 是吧 给他穿个小鞋 打个小报告 这也是有的 但不管怎么讲 有了这一段经历 本来是一段骄傲的经历 但是最后 大道如晴天 我都不得出 离开长安 还是很痛苦的 毕竟这是他一生当中 距离他的理想 最近的一次机会 从此再也无缘 面见玄奏 所以他那心里很痛苦 写出来的诗句 就不免偏激 但愿长醉不复醒 是不是 他不可能不醒 在写完这首诗之后 他还写了很多诗 可见还是醒了的 只是主观上表达一种不情愿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淫者留其名 这就更奇怪了 什么呢 从古到今 凡是圣贤都太寂寞 只有喝酒的人 能够留下历史上的名声 这也很荒唐 虽然寂寞 但人们还都是很想做圣贤的 为什么呢 做圣贤能流芳百事 能教化万生 对不对 当然了 李白在这有的话说的是对的 圣贤都是确实比较寂寞 比方说孔子 那就很寂寞 司马迁 那还就真是很寂寞 对不对 历来的思想家 一些政治家 他们的主张有时候往往是比较正确的 但是大多数人可能一直不理解 所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但是李白在这说古来圣贤皆寂寞 那不免是有点意气用事 但意思是说我还真不爱做圣贤 做了圣贤很寂寞 不如就喝酒 因为唯有淫者留其名 这都是他自己发明的理论 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说 饮者留其名 曹操也说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凯当以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但也没说喝杜康 就可以垂名万事 陈王熙时艳平乐 抖酒十千 资欢穴 他为了证明 引者刘其名 还举了个例子 说 曹植当年 在平乐关 大宴宾客 喝得非常高兴 但是曹植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名 并不是因为喝酒喝得好 还是因为他的诗写得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写到这儿的时候 李白一方面对于他功名未就 心里边实际上是很窝火的 第二 在表达窝火和发表牢骚的时候 又客观上把他这种才华又凸显了出来 一不留神说了一句千古名言 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实在这天生我才必有用 也是牢骚的一部分 他意思是说什么呢 我这么有才华 你们都不用我 你们都看不上我 是不是 那我只能去喝酒了 主人何为严少前 竟须姑娶对君酌 这是一个假设句 是为了强化他的喝酒 这什么意思呢 谁说不喜欢喝了 难道是因为没有酒钱吗 没事 有酒钱 今天谁都不许走 除非喝醉了 而且喝醉还不许醒来 所以这样一句话实际上是在诗歌当中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 为了让他喝酒的这个酒性更高 所以主人何为严少前 其实村夫子丹秋生谁都没说这话 没有说是因为没钱了 所以咱暂时停止喝酒 不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写诗的技巧了 竟须姑娶对君酌 什么意思呢 只管大碗的晒酒来 接着又铺垫了一句 旁边人可能说没钱了 真没钱了 是吧 当 当什么呢 五花马 这说明贵的马 一种说法说是身上有五色花纹 还当什么呢 千金球 价值千金的什么呢 皮草 皮夹克 也当了 全都抵押了 只为买一时之醉 也可以叫千古之醉 五花马千金球 猴儿枪出 换美酒 鱼儿同消万古愁 我要跟你们一次喝个够 一醉方休 这个醉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叫万古愁 你注意这个词非常重要 它不是眼前愁 为什么是万古愁呢 因为李白的愁不是愁家里穷 不是愁自己写诗写的不好 而是愁自己不能成就千古大业 什么是千古大业 李白最想做的就是宰相 帝王之师 这是千古万古的大业 也是他的最大的理想 所以他说万古愁 不是一般人 那不能讲这样的话 可见整个的枪禁酒 表达的是那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 时代的理想 展示的是不能实现理想 而会拥有万古忧伤的 这样的一种意气和牢骚 作者要表达这种怀才不遇的情怀 但却在不经意之间传递出了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的世人 对理想的那种执着的追求 所以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 并不觉得消沉 并不觉得颓废 反而觉得有振奋之气的原因就在于 这是圣唐诗人学的诗 表达的是圣唐时代 广泛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 好了 关于这首诗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本期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学文化课堂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 枕上诗书闲处好 门前风景雨来家 欢迎下一期我们接着收看